好的睡眠品质可以维护大脑功能 睡眠品质不佳 会影响情绪 甚至造成免疫系统失调 现代人压力大 失眠的问题越来越普遍 特别是疫情尚未平息 民众每天看到相关报道 难免影响心情 种种的担忧和不安 导致难以入眠 一旦失眠成为持续症状 就要考虑是否为身心方面的问题 并寻求医疗上的专业建议 其实失眠也是跟工作压力 还有可能一些烦恼有关系 但常常有些人问了说 吃了安眠药会不会变成老人痴呆症 其实老人痴呆症是 我们脑部细胞的退化 跟吃安眠药没有用 没有关系 那你吃安眠药的话 因为在药效没有消失的时候 可能会纷纷沉沉 所以尽量是不要开车 还有起来大小号的时候 要小心 常常有了人 就是迷迷糊糊 结果摔倒了 那真的需要吃的时候 还是 不要一直一直在死痒 吃 吃 当然你隔天才有 有这个精神去上班 那不要一直一直 借着说 啊 我不吃不吃不吃 可是还是睡不着 睡不着的话 你还是要吃一些安眠药 那事实上有一些退黑激湿 退黑激湿 用在时差比较有关系 因为它都在晚上 而且在黑暗中 没有灯光的时候 它才会脑下垂体 会昏迷退黑激湿 那一般要吃退黑激湿 来改善睡眠的话 除了时差的改变比较有用 一般的食品吃退黑激湿 是没有改善的 一般来说 睡眠时间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缩短 这和体内的退黑激素 随着年纪增加 分泌量逐渐减少有关 医师也提醒 睡前应该避免玩手机 看电视 用电脑 以免因为荧幕发出的蓝光 影响睡眠 时方新闻记者 赖约容台北采访报道